中国呢,只要强硬一点 我们赖清德就会说 中国大吉祥,我们呼吁中国要克制理性,保持和平 只要中国一放松经济的时候呢 他就说,你们是中共同路人 赖清德一定会越来越极端 一定会越来越右派 各种言论都出来了 从妈祖统战 妈祖也是中共同路人 关公也是,什么都是中共同路人 赖清德很明显来的知道说 反正你们这些票啊 我知道我是争取付回来的啦 我看开,我只要巩固我40%就好了 剩下的我管你们要怎么样 小草也好,小葱也好 一定要用尽方法想心梗 快沈柏阳出来 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发觉脑袋真的是 有无穷不尽的想象空间 看什么骗子都会被同战 我去旅馆,什么炒饭便当有没有 简直跟科幻小说一模一样 赖清德一直越来越右派 对内是右派 对外就是一组号码 叫7382 7382 他对中国有两副面孔 中国只要强硬一点 我们赖清德就会说 中国大取消 我们呼吁中国要克制理性 保持和平 然后中国一放手经济的时候呢 他就说,你们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赖清德的逻辑就 反正我就是越来越右派 越来越极端 今天有了沈柏阳 明天会是谁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来,接call in 快点购618 狂欢年中庆 全场惊喜 等你来拿 手机挂绳 只有一条怎么够 Keep fighting 超宽版 减压手机挂绳 热销款 Live活力 放送款 百搭 荣耀款 期间限定 1加1 超值优惠组 任两条 立刻减100元 让你任何场合 都能够自由搭配 全场消费满天就送白 最高回馈10% 另外不限金额 消费就能够以100元 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618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